我們這位嘉賓, 張宗文 謝謝, 燕姐 你很紅 在街上, 每個人都問張宗文… 對, 全靠大師, 你全靠 全靠我, 又關我什麼事? 真的去年佔了你, 王氣 但我先問了我接下來的一年 因為我選了一個綠色心心 你竟然收到這個嗎? 對, 是不是當冥魂? 接下來的幾年, 由2022年開始 原來是行木地年 香港人行過木地年, 因為香港是屬木 而你本身的八字, 原來又是屬木 是… 真是雙手臨門, 真棒 又來香港, 抽了一個好的簽名 再見, 再見 大師姐, 你還沒看到去年 他還說還沒拍拖 是 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記得 有請教他你 是 又找阿波做媒人 是 現在找到另一半了 就快點謝謝大師 為什麼 謝謝大師, 這盒恨人 因為我去年, 你記得嗎? 嘉賓姐, 你在這裡嗎? 我介紹他吃恨人 是 多吃點柚子 是 嘉賓姐, 像你也需要多吃點 你說要找老盆 是 你平時吃不吃? 我平時也吃 你多吃點 吃多吃點 就是多找幾個, 是嗎? 是, 你到時可以選 你知道嗎?到時找我幫你選擇 看八字就可以選擇 你平時吃腰果, 炒雞丁 那有什麼作用呢? 腰果原來也是桃花 原來吃朱古力裡有柚子 又是桃花 是 所以你能否發現年輕人 喜歡吃朱古力有柚子 是特別旺桃花 是 是嗎? 我小時候多得不得了 我現在也經常吃 是嗎? 怪不得你倆的桃花這麼厲害 所以所有成女想嫁 吃朱古力加柚子 好 另外嘉賓姐 是 你想找老盆 是 剛才教你們吃什麼味道 雞丁炒什麼? 雞丁炒 腰果 腰果 或者你平時多吃的蛋白杏仁茶 那個好吃嗎? 杏仁茶, 原來很黃桃花 花生原來很黃桃花 聽到以前的媒忍 介紹人認識, 在旁邊叫剝花生 真的吃花生 吃完後, 那個男人喜歡剝花生的 那個女生不喜歡介紹那個 是因為花生黃桃花 竟然是這樣 對, 所以多吃花生 原來是多桃花的 花生醬 花生醬也可以 花生醬很黃桃花 很黃 對 所以你們發現嫁不出的人 很怕吃花生醬 對 這些都是一些原來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說回秀文姐 是 今年來現在是老虎年 老虎年你們每人都要聽 因為老虎年人木的人字 是代表大地回春 一到二月四日立春之後 就叫人月 所以這個字代表把冰雪解凍 然後變成春天 所以在老虎年裡 老虎的視診 是… 即是晚上三點到五點 是 就是最佳播種時間 挺棒的 所以你要三點鐘又要拍醒你的Honey 要起床 他很難醒 但是老虎年會龍精虎猛 是破例的 好的 所以接下來, 佳姐 是 2月4日到了 是 知道嗎 2月4日 你要教你的女兒 如果找到男朋友 是 就是2月4日之後 是 就一年了 這個老虎年 是 都是特別容易播種成功 是晚上三點到五點 人時 人年人時 是 所以如果很多家庭的夫妻 還沒有子女 是 今年就努力一點 教你的鬧鐘 明白 三點鐘, 冷醒 大師, 我覺得 就不是說時辰 風水源學通常都說方位 當然 因為我真的志在必得 我想一次就可以… 戴兔了 原來今年九宮飛星 飛的星 有一顆一百飛星 那顆一百飛星飛到哪裡 那邊是有寶寶的 是嗎 你告訴你兒子和媳婦 那個位置在哪裡 就是南北向 南北向 我們說播種時間 不是過程 你過程中要哪個位置 我不是你 總之是最重要的那一剎那 就要肯定是南北向 那一百飛星代表寶寶寶寶入肚腹 所以九宮飛星 我們中國古文化智慧 真的很可愛 我們過去用這些學問 去做個實驗 真的非常靈驗 有很多得的例證 所以先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嘗試今年 三點到五點 就在南北向那裡 記住是播種的歷史時刻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